上回书为大家分析了紫武谷奇谋到底能不能胜利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支持的魏延同学的 也有支持诸葛亮老师的 可是真实的历史并未发生 不禁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的诸葛亮哥哥经过第一次北伐 目标是夺取龙溪武军 可惜因为接停失守 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 曹魏方面第一次万万没想到诸葛亮会出兵龙溪 不过经过第一次北伐 曹魏方面已经有了防备 加强龙溪和关中的防守 曹魏防守了龙溪和关中 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就大大的增加了 因为可以走的路线一共就那么几个 很容易被猜到从而提前不防 所以诸葛亮需要几个机会 这个机会没有让诸葛亮等待太久 就在诸葛亮北伐的这一年 228年冬天 魏国跟吴国爆发了大战 史称石廷之战 吴国颇扬太守周防 用诈祥的计策引诱曹修接应 导致曹修损兵折将 魏国的士气严重受挫 没有办法 魏国只能派大量的士兵前来支援曹修 曹魏大军陷入了跟东吴的混战之中 这样一来 本来防守非常严密的关中地区 兵力一下子就减弱了很多 变得空虚了 诸葛亮得到了这个消息 兴奋不已了 诸葛亮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到了 此事不去 更待何时啊 于是距离第一次北伐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诸葛亮与228年冬季 再次北伐 这就是第二次北伐了 在北伐之前 诸葛亮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兄长诸葛景 并且表示自己一定要配合东吴的军事行动 蜀国 吴国再次联手攻击魏国 诸葛亮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确定了自己出兵的路线 诸葛亮宣布 这次出兵要选择陈仓道口 陈仓也就是当年韩信明修站到暗渡陈仓的地方 诸葛亮心急如焚啊 清帅数万大军向着陈仓方向进军 进军速度很快 只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 就到达了陈仓城下 诸葛亮信誓旦旦 一定要拿下陈仓 于是诸葛亮命令手下士兵包围陈仓 不要让一只鸟飞出来 于是诸葛亮大军把陈仓团团围住 等候诸葛亮攻城的命令 可是让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次北伐的路线曝光了以后 曹魏的大将军曹真预测 下次诸葛亮前来攻打 必然要出兵陈仓 于是这半年时间 曹真派人把陈仓城墙加高加厚 多多备用军事物资和粮草 并且安排了志勇双全的好招来镇守陈仓 虽然好招在这里镇守 可是城内的兵力严重不足 因为曹魏大军都去支援曹修 大部分部队都被动物牵制了 此时的陈仓城内守军只有一千多人啊 如何抵抗诸葛亮数万大军的围攻啊 陈仓城内的士兵深深地知道 如果城破 我们必死无疑啊 所以每个士兵都必须要奋力死战 只要守住了城池 就可以保住了性命 诸葛亮也知道城内守军不多 诸葛亮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先不着急攻打 先派人去游说一下 如果好招能投降 那么不费一兵一卒 就可以拿下陈仓了 于是诸葛亮派遣好招的老乡进降 前去当睡客 希望好招可以投降 可是没想到好招竟然是个硬骨头 坚决不投降 诸葛亮只好叹气一声 哎 既然你不投降 没有办法了 诸葛亮一声令下 攻城 数以千计的蜀军扛着云梯就冲了过去 蜀军希望通过云梯爬上城头 直接进城攻下城池 好招一看好啊 你们都爬上来吧 好招命令手下弓箭手 放射火箭 于是手下人把着火的箭射到云梯上 因为云梯是木头做的 很快云梯也着火了 就这样 云梯断裂 蜀军纷纷跌落城下 后面的蜀军又冲了上来 这次蜀军想用冲车撞开城门 冲车就是一个巨大的木头 木头前面削尖镶嵌上金属 专门用来撞开城门用的 蜀军用冲车一下 又一下地撞着城门 好招马上命令士兵 把大磨盘用绳子绑上拉下去 巨大的磨盘需要几十人才能拉得动 从城上落了下来 一下子把冲车砸得粉碎 没有躲开的士兵也砸成了肉饼 诸葛亮命令士兵用土堆起来锦栏 锦栏就是高高的土堆 土堆填平了护城河 高过了城墙 蜀军的士兵站到土堆上 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 好招一看就明白诸葛亮的用意 在蜀军建立锦栏的时候 好招也命令自己的士兵赶紧建立内墙 用来阻挡蜀军的弓箭 这样蜀军的锦栏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诸葛亮又命令士兵挖地道 准备通过地道进入城内 好招听说了以后 命令士兵在城内挖了一条横沟 这样蜀军如果通过挖通了 就会进入沟内 等待他们的就是血量的大刀了 就这样你来我往 诸葛亮攻打陈仓二十多天了 依然没有拿下陈仓 我们不得不说 好招真的是智勇双全 二十多天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曹魏方面这个时候压力也减轻了很多 可以腾出很多部队前来支援 曹镇也派遣援军前来支援 曹瑞也把张和从荆州召回前去支援陈仓 魏国援军赶来 诸葛亮攻打二十多天 梁曹也要消耗殆尽 万万没想到 小小的陈仓竟然挡住了诸葛亮的几万大军 竟然攻打了二十多天没有拿下 无奈啊 无奈啊 天助曹魏 不助我啊 诸葛亮下令 撤军 诸葛亮你是撤退了 这个时候有人不干了 曹魏将领王双全力追赶 诸葛亮立刻指挥大军迎战 结果把追兵彻底的击溃 王双也被斩杀 蜀军撤回了汉中 诸葛亮第二次北八结束了 诸葛亮怎么的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出兵计划被人猜中了 提前做好了布防 小小陈仓一千多守军 竟然挡住了诸葛亮几万大军 难以想象啊 这次北伐唯一的战果 就是斩杀了曹魏不知名的一个将领 王双 王双的死对于曹魏一点损失没有 所以这次北伐相当于是失败的